人家闻到这个骨啊 这个命就丧失了 这个理呢 现在我懂得 现在科学家正念 是因波而杀人 光可以杀人 因波也能杀人 那么古时候 有没有这个 我们不晓得 也可能有 那么这是比喻 这个金刚种子 能服 一切烦恼 这个托多枯的时候 好像他只要一切作用了 所有一切烦恼 都消灭了 是这么个意思 那个是少金刚 金刚 是物质里面最坚固的 金刚 能断一切金属 这金属都没有他坚固 这一切金属不能够断金刚 说明金刚之力 那么金刚要吃下去了 当然不会消化 消不了的吧 这是比喻 这是比喻 佛号的种子 在阿赖亚实里面 不会消失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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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不会消失 说明 持明 念佛 将来 决定 往生 所以 所以学佛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 学佛的人 看一切众生 都生 都生欢喜心 都生恭敬心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 皆是 祝福如来 现在往生的 现在成福 将来往生的 将来成福 过去 现在 未来 反复心中 有分别 有执着 所以才有三计 过去 现在 未来 才有这个东西 真正觉悟的人 知道 三计 不可得 三计 果然 不可得 未来 佛 就是 现在 佛 只要 他 这一生 当中 听过一生 阿彼陀佛 他就成福了 真如同 世尊在 法华经上 所说的 一臣 阿彌陀佛 皆已成福道 禅家常说 坐断 三计 时间 没有了 未来的佛 你现在 看到 现前就 看到 所以那个 普行行 也自自然然 就修圆满了 我们再看 下面这段文 复辞 只待一生 统一居土 这 未不退 这 介于 补处 居 一介 一生 必补 活处 打死 这些话 确实 帮助我们 建立了 坚定 清净 清净的 信心 我们 晓得 自己的 能力 这一生当中 无论修学 哪一个法本 没有办法 断活